同学们,大家好 依照惯例,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程所需要去学习的内容 在本节课程中,我们依然去学习类及类的相关知识 尤其是制定一类这一块 为了方便学习这一块,我们在上一节中 学习了方法,也可以称为函数 它是怎样一个构造,怎样去调用 如何去使用,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在本节中我们会去学习,类是什么 如何去构造一个简单的类 而为什么在Ruby中,所有东西都被称之为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在Ruby中,一个数字,它是一个类 而一个支付串,它也是一个类 这是很神奇的 在Ruby中,Ruby是一个完全变相对象的语言 好,我们来看一下本节的内容 有哪些 在本节中,我们首先是要明确一个概念 什么是类 然后再来明确类与实力的区别 最后能够自己写一个简单的类 类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但是我们可以把生活化 举个例子 平常我们所说的分类 分类实际上是一个集合上的概念 打个比方吧 比如说1,A,2,B,C,45 对它进行分类 同学们肯定分得出来啊 这完全是一个小学生的题目 肯定会分为1,2,4,5,A,B,C 然后这1,2,4,5我们称为什么 数字 A,B,C是什么 字母 那好,我们把这个题目再升华一点 我们给A,B,C都加上引号 从我们前几课学习经历来讲 这种情况下的A,B,C 它是什么 是字符 try 而1,2,4,5,4 是数字 我们通过分类的这样一个方式 来理解到 类它其实是 某一集合 它其实是一种集合 而这样的集合下 比如说我们平时分类 猫 狮子 豹子 我们分成什么 猫科 那猫科这样一个集合 它有什么 共同的地方呢 它们 爪子 都有相似的地方 它们 都会爬树 而对于编程中也是一样的 数字 它有作为 数字的一些特性 比如说数字可以做什么 可以加减称书对不对 可以做 四则运算 这就是 它 所本身所带有的一些特性 而 字符串呢 它能做什么 字符串做 拼接 能转换 这是 这是字符串 它这个类的特点 而特性 用什么形式 表现出来呢 用方法 能做四则运算的 你可以调 加法 减法 字符串能转成数字的 你可以调什么 2i 2i这些方法 所以这就是类 说了这么久了 有同学开始翻地步了 老师 你都说了三分多钟了 我听得适适而非的 这类到底讲啥样啊 完全不清楚 那好吧 我们毕竟是一个实干派的课程 我们回到中端去 去回到中端去看一看 我们按刚所说的 类它是种集合 那 一个字符串 ABC 它肯定有种特性 对不对 它肯定知道 自己是属于哪个集合的 我们来点儿 class ABC它属于一个 死菌类 就字符串类 它是一个字符串类的一部分 所以 一个类 它就长这样 手字符大写 那死菌 它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呢 我们也可以调整看看 死菌它 那死菌它 又是属于什么类呢 同学们可以想一下 一个集合 C属于B的集合 那么万一B 它又属于A的某一个集合呢 我们也可以查一下 死菌 它的类到底是什么 它的类是一个 类 它的类就是一个类 是菌类 它属于class的一个类 就类的爸爸 大家可以这样理解一下 那class类它又属于哪个类呢 它还是属于class类 关于这一点 我就不去深入讲解了 因为后面的东西会越来越抽象 所以我希望先简单的讲解一下 希望同学们能够对类一个了解就可以了 好 现在回到我们开始那个小学生的问题去 集合 集合 这个集合我们称之为数字类 而这个集合我们称为支付串类 刚才我们实验的 它其实有个英文名字叫Stream 那回到我们的第二个概念 类与实例 实例是什么 那如何来创建一个类的实例呢 对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来创建 那是因为支付串类 它在系统中是支持通过双引号去创建的 而一般的情况下 一个类是通过6方法来创建的 我们来创建一个吧 就像我上面所写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新创建的字符串 它只是一个空串 那我们如何来通过6来创建一个 不是空字符串的字符串的 一个字符串实例 但其实6它也是一个方法 而这个方法中是可以传一个直进去的 我们可以传 这样一个字符串进去吧 它就会构造一个新的字符串出来 A就等于33 而通过这样一个6的形式 它叫做构造方法 每一个类 就是它自己的构造方法 通过构造方法来构造一个实例 可能这样讲也抽象 在等一会儿我们讲的自定义类里面 同学们可能就更好理解了 而一旦这样一个类的实例生成了 它必然会带有这一个类的某些特性 就比如说这个A吧 是不是所有字符串都有 我们每一节都必讲的 2i方法 这是肯定的 也可以去拼接下一个字符串 通过以上的例子 同学们可以了解到这样几个概念 第一 一个类 它具有自己的某些特性 我们称之为方法 它所带有的 而它的实例一旦被创建 也会带有 第二 一个类 它有自己的构造方法 通过6类调用 来生成这样一个实例 那好 既然已经知道了上面这两条 我们就来写一个自己的类 在现在电脑面前的各位同学 估计都是学生 我们可以写这样一个类 叫student 它会有一个方法 叫做see see hi 打招呼 一旦我们掉这个方法 它就会告诉我们 我叫什么名字 学号是多少 性别男还是女 而这样一个类 我们可以各在一个实例 比如爸爸 或者汉妹妹 之类的 好吧 我们毕竟是一门实践派的课程 来打开sublime 新建一个文件 叫class.rb吧 方法的关键字 是df define df 而类的关键字 是class 小学的class 有sublime 自动补权模板 我们用一下 就用这个吧 一个类 它是有class关键字 类名 类名我们是student 然后构造方法 构造方法不是6 同学们注意一下 构造方法是这个单词 一个初始化的单词 我就不练了 我练得很丑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方法 可以传一个参数进去 然后nd nd不要忘记答了 忘记答了会爆错的 同学们 再看一下这个形状 在构造这个类的时候 我们需要 传击什么数据进去呢 就如我刚才所说的 它有名字 学号 还有什么 性别 对 传入进来过后 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在被构造的时候 也没自己去变数字吧 对不对 它既然传的进来 那我们肯定要把它传的下去 然后这里我们介绍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类变量 类变量我们会在下一节中 着重去讲一讲 在这里我们就提一下 类变量 类变量是带at for的变量 比如说atName 我们先复制吧 Name atName 等于呢 拼着 等于拼着 我们将传进来的值 存在类变量中 在s符号 它是在这个类中 可以全局通用的 那实力化过后 我们肯定还需要一个变量去chigh 哦不对 应该说方法 有一个方法去chigh 那我们就写这样一个方法 chigh 这个方法怎么去chigh呢 这样poo子吧 同学们是否还记得前机场中我用的这种格式化自不串的方式 如果不记得赶快看一下这个格式 回忆一下 性别就不报了吧 我觉得大街上你问一个人 然后某某某要什么 我叫XXX 我学校XXX 性别XXX 切上去还蛮怪的 一样的用requare的方式 把文件导入 一眼看不出性别 还挺难的 student 已经确定有它了 就用A来装吧 可怜的A student.6 这个学生叫什么呢 叫抱抱吧 学号 1号 性别 不明吧 说了点小疑问 程序崩了 接着讲吧 然后同学们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现在构造一个类了 A这样一个类 它包含了这样的数据 然后我们Chype 我叫Bob 学号是1 好以上就是我们本节所讲的内容 可能类变量这一块 我们也跟同学们讲的很清楚 没关系 下一节中我们会继续讲 而本节课程 我布置一个作业 来构建一个teacher teacher 也会Chype 我叫XXX 我是叫XXX课程的一个老师 希望同学们去按时完成作业 每一节后面的作业都去认真完成一下 谢谢大家收看